你们买过暗金称的玩具盲盒吗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开箱 现在我发现商家太会赚钱了 万物皆可盲盒 之前呢是刷到有卖这种暗金称 所谓的批发玩具盲盒 我这两个快递呢是一个订单 买5斤送1斤 10负是69块9 那就是和10块多 1斤呗 暗金卖的玩具什么样呢 我先都拆出来了 刚刚呢我把两个箱子的玩具 全部都拆出来了 一共拆出来了 12345678 加上这个眼镜的话是9个 反正目前一看上去的话 觉得数量还挺多的 但是啊有一说一 感觉质量不是特别好的那种玩具 当然了70块钱你还要什么自行车 我们接下来就来看一看这些玩具吧 第一个这明显是给宝宝玩的 开发智力的那种 按不同的这个按钮 它会有这个不同的声音 儿童成长企致小伙伴 这我就不拆了 太好笑了 因为这个玩具盲盒 它是不能选年龄的 所以就是它发什么 你就照单全收 来第二个 盾神爆速 第二个这个应该小男孩会比较喜欢吧 它应该是一个 是不是能发射东西的这么一个玩具 就是一个发射器和这个小片片 把小片片塞进去 后来它发射 怎么小人也飞出去了 第三个是这个拼装抑制积木 就那种很大块的 类似于乐高的那种 它这里边呢 还给了一张图 这个图上面教了一些 小动物的拼插方法 还给了一张贴纸 第四个这个应该是一个钓鱼玩具 钓鱼 采用钩 这就是放在水盆里 或者水石面里玩就行 它这个鱼是会漂浮的 第五个 这个是一个小的 它写的是什么 1比36比例的惯性四驱越野赛车 哇 这小赛车好像还有点盲盒性质 我不拆出来之前 我不知道它里面是啥啥的 是一个彩色的 然后黄色轮胎的 这么一个小车 哦 这个小车还有点东西 有检震 然后可以越野 还可以翻滚 它是个特技越野车 里面还有一个眼镜 很像是那种做实验的那种眼镜 下一个 前头实在非常火 那个宝石探索 就是自己考古的那种 给你一大块这个 然后小朋友挖挖挖挖挖 把宝石都挖出来 这个一个还挺值得 我记得之前我在别的地儿去买的话 这一个也得30块钱左右呢 这个考古的玩具 它也是给了小锤 然后小刷子 还有一个小铲子 就是把这个玩意儿给它挖出来 进行一个考古的大动作 这些就是刚才考古考出来的 它虽然里面不是什么比较贵重的东西吧 但是这些小石头子玻璃珠子什么的 其实还挺好看的哦 下一个是一个泡泡机 这个很像是 就是小的时候看动画片里那种 摩卡少女婴要变身的时候拿的那种 这是一个粉色的 其实我觉得黄色的会更好看 它底下配了这个泡泡液 然后直接把它放进去拧好 我们一会儿出去看一看 这个泡泡机 它装好以后就是这样 你敢信 它这后面竟然用三节五号电池 然后它有不同的档位 音乐气泡灯光 哇 哦来了来了 有那么些许的狼狈 拿着这个玩意儿我是不是终于有资格加入广场舞了呢 最后一个这个玩具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玩的 过家家系列 你们看冰箱货架组合体验角色扮演的乐趣 我小时候贼喜欢这种 你们有各种仿真的这个小东西 然后你可以自己去操作呀 去摆呀 然后角色扮演售卖呀 什么的这种我觉得超级有意思 看看这个过家架 这是一个冰箱 这是一个架子 架子这些东西应该可以拿出来 有小蛋糕啊 饮料啊 饼干呀 Lemon juice 这是Water 这是Milk 接下来我们沉浸式收纳冰箱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70元玩具盲盒大开箱 大家觉得值不值呢 如果觉得值的话呢 刷一波一 如果觉得不值呢 刷一波二 我看看你们的反馈啊 但是说实在的 里面有一些玩具 我个人玩的还是挺开心的 但是这些玩具的塑料 都不是很好的塑料 所以如果想给家里面的孩子 在选择这些盲盒的时候 我觉得要慎重一点 因为我不知道它这个塑料 是不是什么无毒无害的这个塑料啊 好的 以上就是这期视频的内容了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不要忘记一下下廉 拜拜